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 我是筹码大师李中兴 经过了超长的12天的廉价 我相信大家除了跟家人在旅游相聚之外 大家都在关注 国际股市在台股这段休假的期间 到底走势如何 其实在前两天大师要话也跟投资朋友分享 各位你看一下 这段期间 纳斯达克涨了4.9% 费城半导体涨了5.16% 包括南韩也4.4% 日经也4.76% 包括香港都有5.15% 在国际股市纷纷大涨 甚至创下了本波从10月份低点以来 反弹的新高的带动之下 今天在 因为期货在今天才结算 中间越长价的关系 还没到结算期间 所以一直延到今天 今天也拉了尾盘 今天大盘涨了500多点 涨了560点 那收盘收到15493点 成交量也3000多亿 有了3290几亿 那台积电今天大涨了40块钱 我就光把指数就 就光台积电一档 指数就涨了300多点 超过350点 那今天的盘面上 在台积电的带动之下 半导体的族群或者一些电子股 因为国际股市在最近这几天 虽然经济数据 例如说PMI指 也就是说 不管是生产者 甚至消费者 这些指数都在50以下 那为什么会涨 在50以下 可是已经从原来连续3月往下 在上个月开始往上 最新的数据 虽然在50以下 但是开始往上了 然后通膨率降低 所以大家预期 在21号台北时间 212号凌晨 这次的FED 可能会升息变成一码 那也因为这样子 国际股市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那对利率最敏感的是什么 科技股 科技股半倒李竹勋 在这段期间大涨 那台积电今天带动台北股大跳空 那老师那怎么办呢 过年前 其实想想看 在过年前 这是我昨天大事业的话 那 红盘行情可期 那持股比重比较低了 过年前卖股票呢 锁定集党强势股分批进场 也请各位 今天可以追一些 不要太忘情的追 如果过两天有回来 其实你还是可以进 因为指数 我个人看法很难下来 虽然大家都说最坏 今年第一季第二季前半年 应该不好啊 对 还会升息啊 是 那台积电你其实想想看 在过年前 台积电法说不是说去年还不错啊 可是今年前半年会不好 还记不记得当天法说 外资大买台积电呢 法说之后 我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分享 你法说不是不好吗 为什么外资大买台积电买了四万多张呢 他今天隔天法说要涨了六趴 为什么 因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 所以台积电 今年会不好 前半年会不好 其实在去年的九月份十月份 跌到四百块以下 已经先反应了 这就是一个股市 永远领先基本面反应的概念 所以即使各位未来看到不好的数据 可是股市在去年的十月份 已经领先反应了 就像台积电一样 这是我必须 而且每次在节目里面 不断的跟投资朋友分享 就是股市会领先反应 所以其实也蛮简单的 你要找强势的族群 或者是看个股的趋势 或者是看指数的趋势 很简单 你不要看基本面 你看基本面的数据 永远往往几乎都会落后什么 都会落后 落后技术面 所以为什么我对技术面 筹码面比较关注 因为你看到的基本面数据 它都是过去式 你看台积电说告诉你 今年前半年会不好 股价有下来吗 噴出大涨 为什么 因为它未来会好 股价是反映未来技术 所以为什么加权指数 是我们领先指标其中一项 我们经济 警济对策灯号里面 领先指标其中一项 因为股市它就是领先指标 为什么 它就领先基本面 反映三个月到半年 所以各位你未来会看到 可能灯号还是会蓝灯 但是股市不会下来了 你看吧 这段期间 道琼 我们放假的时候刚好下来了 现在又上来了 纳斯达克创 这S&P500快要创反弹新高了 纳斯达克已经创反弹新高了 对不对 当时这里建议各位卖 然后低档贝利建议各位买 低档 我说台北股市先蹲后跳 已经十二月底已经蹲过了 当时我也说 国际股市十二月底已经蹲完了 已经蹲完了 我是不是这么说了 对不对 会先蹲后跳 大家都说今年会先蹲后跳 但是我说先蹲 去年年底已经先蹲完了 还记不记得 全场是不是只有我再说 已经先蹲完了 对不对 南韩 长成这样子 我们封关在这里 就南韩喷猪 日新也是 我们封关在这里 日新长这样 对不对 连恒生 恒生长成这样子 当时的低点还记不记得怎么来的 二十大 所以每次在低档的时候 不就是都是利空吗 那我记得在过年前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报股过年 而且在封关的前一天前两天 我们还在积极买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常说我怎么看 我就怎么说 而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当时请各位关注的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这段期间 往上升值有升吗 没有升 对不对没有升 所以美元指数从114 扁到101 扁了11%多 是真的很夸张 美元扁十几% 来新台币 从32.3对美元 升到快升破30了 今天还在升 往下是升值 今天是新台币 这段期间最高水位了 K线看起来是最低水位 但是往下是升值 从32.3升到30.124 升了快7%了 升6.84% 所以还记得在32的时候 在高档 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说 不要再换了 这个地方你把台币卖去买美金 你刚好昏倒 对不对 真的昏倒 所以操作上我经常说 为什么要重视 所谓的技术面和筹码面 因为他会领先基本面 你看到的数字 除非你是公司内部人 你知道未来接到什么订单 不然你就看筹码面 和技术面 你就知道大户 公司派的动作 所以为什么在低档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已经先蹲完了 因为筹码和技术面 告诉我的 对不对 为什么我告诉各位 10月底 已经见到低点了 因为一样 是筹码面和技术面 告诉我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在10月份 这里不是低档背离 建议各位买进吗 对不对 这里不是高档背离 有没有 股价创新高 KD没创新高 这里建议各位先减码 高档背离减码 这里又来了 12月底 有没有 12月底比这里低 KD没有比这里低 12月底低档背离 我说先蹲完了 我说先蹲完了 就上来了 对不对 OTC也上来了 MACD才刚翻证 1月初刚翻证 中期趋势开始了 对不对 是不是开始了 所以这些都在哪里 都在大事业化 还有每天的节目 跟各位分享 所以咯 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 专业操盘手的 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At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来 那怎么样看大事业化呢 很简单 你加入筹码大事的LiteAt 然后点击你手机 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我PO的K线图 我们的大事业化 筹码表格 还有每天的节目 那刚才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在这段期间 我对大盘的看法 也当时也建议各位 你要报好的股票 报股过年 强势股有拉回来 就早买点 我记得在封关的前一天 前两天 也都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说 我在买股票 我在买股票 可能当时大家不太相信 而且害怕 我相信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也没办法 因为12天的长假 确实也太长了 那国际股市还不确定 战争还在打 不是吗 可是 我不是常说吗 各位你常记得 还记得一句话 对不对 当大家往这个方向看的时候 要冷静的思考 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对不对 为什么28法则 甚至是19法则 所以大家看的方向 大家的想法 几乎大部分都错了 这段期间融资大减 连续减了9天 减了140亿以上 那台积电 连最后两天 最后两天封关 那前两天 台积电股东人数 大减3万多人 大家都卖台积电 就卖完今天台积电挑口 我相信 这就是市场 没办法 所以你到底要跟着谁 你要跟着大家 一样的想法去做吗 你跟着八成的人的想法去做 你大概只有两成对的机会 那如果你跟着两成的人的想法去做的话 你有八成的赢的机会 这就是股市的28法则 所以趋势我们看对了 再来 要怎么做 赢家的三大要件是什么 看对趋势 对不对 这波趋势我看的超神准 再来 选对股票 对 今天虽然大盘大涨了560点 你选错股票还是没太好 涨幅还是不够大 涨幅还是不够大 对不对 所以看对趋势 第二个当然要选对股票嘛 再来就是遵守买卖点的纪律 好 那记得在封关前吧 封关那一天 1月17号 我们买进华新光 因为已经 我们已经买了 没有华新光的经费 我们当天再买还记得吧 因为1月13号 当时我就盖牌 当时我们就买了 华新光当天买在这里 当天拉尾盘 对不对 好 13号当时我盖牌的 这里我们就买了 17号再买 当天大涨 对不对 今天呢 今天涨停板 有没有 今天涨停板 有没有 华新光 盘中吉拉光的涨停板 48块 8毛5 非常恭喜 对不对 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子了 我买在这里了 买在这里 然后呢 封关那天再买 今天冲上去了 看到没有 所以 不是你一路买 随便买 不是 是要等到好的时机 好的时机怎么来的 我待会会跟各位分享 为什么那个地方买 华新光 其实也蛮简单的啦 4979 看到讯号出来 拉回来买 不是 就那么简单了不是吧 这也是啊 看到讯号出来 拉回来买啊 对不对 看到讯号出来 在这里平章啊 你看 照做是不是很简单 看得懂吧 就那么简单啊 所以要成为一个赢家 你要有方法 你要有方法 我刚不说吗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遵守距离 怎么选股票的 来 这里啊 16号封关了前两天 1月16号 1月17号封关嘛 对不对 1月16号那天 来 我们书面讯号 黄色三角形启动 东哥游艇和博智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加码是3676德维和6612奈米一材 有没有 当天我就发给我们转型会员四档股票 两档三角形的 两档红色箭头加码的 对不对 来 博智来 16号三角形的 17号对不对 老师今天博智没什么动 博智今天没动 不表示他明天不会动啊 拉回来找买点 德维一样嘛 你看 16号加码的是德维 对不对 有没有 16号发加码嘛 好啦 17号 老师17号黑呢 封关的那黑 今天不是涨停了嘛 哈 有啊 那老师 夺智会不会 你看嘛 是不是黑的 有啊 封关的那黑的啊 今天涨停呢 对不对 奈米一材就猛了啦 奈米一材 16号就第一个加码信号嘛 17号封关的那天再一个 涨停板今天再冲 哦 所以 买股票 不是这里一路买了 买等耶 为什么要买这里 为什么 为什么啊 启动啊 这样了解没有 启动很重要 东归游挺是不是 16号在这天 16号 17号 封关前一天 封关那一天 今天直接开涨停耶 是不是 所以 重点是嘛 买的好不如买的巧 如何买的巧 如何买的巧 买在起账点最巧妙啦 对不对 老师他起账点怎么来 起账点怎么算的 所以起账点绝对不是什么指标交叉 指标交叉的股票一大堆 要达到起账点的水准 你一定要透过什么 这个 量价筹码打分数 我们软体量有量的分数 价有价的分数 筹码又有筹码的分数 把三个分数啊 量价筹码加全平均 达到95分以上的才出讯号 那才有可能变标股嘛 KD交叉 股票那么多 你怎么选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经常看技术指标 我相信你就会发现 对啦 标股的指标一定交叉 但指标交叉不一定变标股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找 不是指标交叉嘛 标股一定要量价筹码配合 所以你看嘛 今天又是礼拜一了 每个礼拜一三五 有筹码谁最大的单元 对不对 筹码谁最大的单元 只有五分钟 我给各位什么 给各位 每个礼拜一三五 给各位两个热门的族群 全场最热门的股票 最热门的类股 所以其实你筹码谁最大 你也是得锁定啊 因为筹码谁最大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掌握主流族群 和类股的好方法 我们怎么掌握 那主流族群老是那么多 有的族群 一个族群十几二十党 怎么找最强的呢 用这个啊 打分数的 多空线 技术面的总评分 诶 全市场大概只有筹码大师 致富赢家操盘系统 可以把技术面打分数呢 技术面的总评分 不管你自选股有十党二十党 三十党五十党 一百党 你只要 电脑打出来 排序 你一排次序就知道 你的自选股里面 多空线谁最进步 谁最多分啊 谁最强啊 再来多空 它是技术面 进步的分数 谁今天进步最多分 谁的总分最高 排次序马上看出来 对不对 所以当时在一月六号 功率放大器 来文茂全新红杰科 文茂第一全新第二 红杰科第三了 对不对 文茂各位看一下 对不对 买得好不如买得巧了 来 老师封关天内也没涨 今天不大涨了吗 对不对 红杰科以来 2455全新第二名嘛 全新的涨停呢 8086 红杰科以大涨了 但是呢 分数还是一样 文茂最强 真的啊 强不强 文茂最强啊 所以怎么看得出来 打分数就看得出来了 比较都知道 所以今天 筹码谁最大的单元 礼拜一 晚上六点 你还是得锁定 看看 除了PA功率放大器之外 还有哪一个族群 今天又在榜单里面了 所以 这些股票 做股票其实蛮简单的 看这个修号做就好了 对不对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然后遵守几率 有没有 文茂有出现平昌讯号吗 没有 没有就续报啊 过年前就续报啊 不是吗 有没有简单 很简单吧 伊云股咧 哇 这标股真的好猛 伊云股买在 买在九几块的呢 我们买在九几块 九十几块 108.5 来 来 有没有 来 第二根涨点 123.5 今天尾盘收最高 我印图的时候 还没那么高 封关前 封关那一天 我印图的时候 是133.5 尾盘拉起来 变134.5 而且收最高 6689 收今天最高点 从九十几块 我们成本来九几块 来 我们获利超过三成了 获利超过三成 我们成本不到100 涨到134了 不到100 涨到134.5 有没有三成 35%都有了 所以 这个就是 选股的逻辑 买股票 不是买最低点 买什么 买起账点 你说老师那起账点 今天大盘大涨500多点 那怎么办呢 来我待会跟各位分享 美额快也是 当时我说 你错过美额快的 你错过义运股的 美额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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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老朋友 心情 有没有 这里 第一根 封关那天也没涨 今天心情有没有创新高 是不是 心情创新高 来龙哲科 来 这里 拉回来买进去的 今天盘中 爆大量黑黑黑 当时我不是说吗 来 爆大量黑黑 巨量黑黑 会不会过 当时我们买的逻辑 因为爆大量黑黑 这里买 这高点会过 真的过了 我们冯高做一些调节 冯高做调节 我们资金做一些转换 一样嘛 老师龙哲科太高了不敢买 诶 龙哲科 我们今天获利了结 找了一档今天 前两天来出现讯号 一样爆大量黑黑 然后呢 诶 平台整理型态 快要突破的股票 这就是选股的逻辑 太高的股票 不追 没关系啊 有没有好多股票 有机会 有 我下阶段会跟各位分享 那各位 如果没办法准时2点收看节目的话呢 来 你一定要订阅啊 订阅筹码大师 来 订阅筹码大师YouTube官方频道 最新的市场资讯 让各位暂无不胜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 订阅 点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进广告 下阶段回来 欢迎再回到丛宝老师 上个阶段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农历长假之前 我就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要报股过年 你要报强势股过年 所以你刚看到了 哇 那些强势股 很强啊 东哥游艇啦 3265 这些股票 得为啦 这些股票今天纷纷大涨 那其实是不是在 在封关前 在过年前 就跟大家分享 也提醒了我们家族成员 所以这些股票 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它有信号 所以买股票重点 你一定要记起来 不是买低 因为之前在空头趋势的时候 买低有更低你怎么办 一路摊平 对不对 我们不是 要买在转折点 买在起上点 那才是重点 也许起上点 转折点它不是最低的 但是很多股票 出现信号起上之后 它就喷出了 很快就大涨了 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操作的时机 操作的效率 第一个 买进去要会大涨才有效 很快涨 很快的在短时间 能达到你要的标的 要的目标 例如说 你要三个月涨一成 还是一个月涨三成 你意思说 老师我当然要一个月涨三成 但这些股票怎么找 什么 靠软体 靠软体打分数 例如说刚刚龙哲科 我们出掉了 在高档 我们几乎在卖的最高点 获利了结 这档股票 龙哲科是不是一个爆大量黑黑 这档股票也爆大量黑黑 那这个高点会不会过 其实前两天有拉回 对不对 弹起来了 今天量出来了 那只要这个三个月的整理型态一过 诶 涨价效应题材就来了 所以 要成为一个赢家 要成就一档股票 来 方法对了 财富就蒸蒸日上 那工具对了咧 工具对了 标股就源源不绝了 是不是 你都看到了嘛 标股够不够强 真的很强 来 所以 跟着大师的决策情况 你可以操作很轻松 轻轻松松 你就选到标股了 而且 上车 上好车 安全带绑着不要下车 没有出现平常需要 你抱着就对了 来 所以你的选择真的就只有两个 如果你是 可以看盘的专业投资人 你每天都在找标股的 天天都在看盘 那最简单 你就把自负人家操盘系统带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边 帮各位千挑外型 那如果是 你上班族 退休族 平盘的盘中比较忙 很简单 你就把即时讯息带到 好股票不一定要追 震荡出现好的买点 包括华星科 隆杰科 都是一样 震荡那会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自负专线 身为自负人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一档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不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现平补并自负投资风险